5 4 3 2 1 1月21日 2024上海育園民俗艺术灯会正式亮灯 一夜之间千灯尽放 共筑育園灯会的奇境之时 也演绎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美之运 我说是《大美之运》 《大美之运》 所以我非常感谢 我感谢所有的装饰 是美丽的 漂亮 今年预言灯会续写山海奇遇记 开启海经篇的讲述 开门剑幅龙游四海 由神龙神将镇守护卫的预言四大门头 作为引领游客穿越海底 进入奇幻先进的序章 中兴广场依然是生肖竹场 浪花翻涌间 形态各异的华夏之龙飞跃共舞 我们这个九条龙 是来自不同时期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物的一个二创演变 我们根据这个不同朝代的 像商朝呀 秦代呀 以及这个唐代呀 不同的这种文物的图案 我们进行了这个创作 那我们想表达的是呢 这个中国人从古至今 对我们的这个龙有不同的一个探索 那也是在表达这种 与世界共舞的这个博大的胸襟 和开放包容的一个心态 也是我们中华儿女一团结一心的一个表达 此次灯会一共包含五个篇章的主题灯组 以一夜鱼龙舞灯组为例 该灯组由四百多条小鱼灯组成 汇聚成一条游龙 寓意鱼化龙 还原了南宋词仁星期级轻域案 元西中一夜鱼龙舞的场景 九区桥头是每年预言灯会的重头戏 鱼龙公主摇曳深姿 引领人们进入海错偏然 心悍灿烂的深海世界 据了解 今年预言灯会海津片 在难度设计上可谓有史以来最高 今年灯会可以说二十九届以来 是搭建难度最高的一次灯会了 宁慧路的灯组呢 是由四百个鱼来组成的这种 回旋鱼龙之丝之外 那它的重量也是近两吨重 我们都是用了非常高难度的技术水平去进行的一个搭建 那接下来在九曲桥的这个部分呢 大家也看到我们非常漂亮的这个玲龙 它其实的搭建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我们去用钢管的一个铺牌 以3.8厘米的行进速度一点一点的移过去的 值得一提的是 2024预言灯会首次跨国举办 1月21日 上海预言灯会起目的同时 法国巴黎的预言灯会联动亮灯 中法灯会梦幻互动 据悉 预言灯会将持续至2月29日 约40天 为了保障市民游客的关灯安全和游园体验 2月9日除夕夜暂停亮灯 从2月10日至2月25日实行分时段 平票入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